富婆跳入泳池打算轻生 可就在她即将窒息时 一条鲨鱼在她身边晃悠 鲨鱼说被炮肿了该多丑 为了救她 鲨鱼按下开关 旁边的秘密通道赫然出现 富婆惊呆了 她带着困惑 快速游过去 八分钟后 竟游到另一个隐蔽的处理 可下一秒 富婆体力不支 掉了下去 当她再次爬上岸后 才查局 头上被砸出一个血窟窿 尽管如此 她仍旧欣喜若狂 因为她终于逃离了 这个让她窒息的家 不远处的别墅 禁过了她数十年 女人对着她点了点赞 原来就在刚刚 女人用床单继承绳子 然后装上一块石头 接着来到泳池边 迫不及待地 把床单缠在脖子上 迅速跳入泳池 本打算就此了结 却不料被白杀救下 她成功逃离了这座牢笼 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无比香甜 她翻山越岭 找到一条小路 恰巧一辆汽车路过 司机是单身了五十年的老大爷 看富婆长相甜美 就主动在她一程 大花看到酒吧的后门 慌忙逃进去 在里面找到一套 合适的衣服换上 简单清了一下妆容 她下定决心 今后不再成为恋爱脑 与此同时 丈夫的管家也找了过来 她威胁大花跟她回去 并告诉她 不管她逃到哪 都能找得到她 大花好不容易跑出来 对着靠近自己的管家 一抚头下去 把她整出了猪叫 大花漫无目的地奔跑 突然脑袋开始疼痛不已 她意识到 是大脑中的芯片导致的 一边怒骂丈夫 一边跌跌撞撞地 跑到父亲家里 不料推开门 却看到父亲正在撒朗黑 神经紧张的她 瞬间尴尬地晕了过去 一分钟后 父亲隆重地给她介绍 这是你新后妈 不会给你吵架 还对我言听计从 大花直戒了当的 问父亲要了把猎枪 随后便慌忙离开 万万没想到 父爱如山 父亲带着后妈来送她 大花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丈夫铁柱 给她脑中植入了一款 百依百顺爱情芯片 限制她的自由 大花感觉人格受到侮辱 这才历经千难万险 逃了出来 可就在他们返回家中时 却发现家里已经被围了 这次大花却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要给这段婚姻做个了断